看你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你做的全部是有人以关的 以人货为主的 这个都是人来讲 有的钱肯定要去旅游的 不可能只是在当地旅游 他肯定要去外国看 然后货 有贸易肯定有货 如果国家的贸易强的话 肯定货硬是很重要 然后人有的钱肯定要防止 没有防止的话 他就不能寄住 所以你做的行业都是 和人民这种民生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看你的事业应该还大有可回 尤其是你现在已经老数盘根了 在中国30多年了 已经相当稳了 所以现在你只是继续发展下去 再从这三个领域发展下去 我看你的事业应该可以做更加大 其实我的看法是说 做生意做什么道理也有 就是最主要的道理要有一个天一个地 什么叫天呢 人家说论识的时候谈天说地 论天论地 讲天讲地 结婚的时候拜天拜地 如果好的时候就翻天覆地 所以是说顶天也要立地 所以我认为有天有地 所以我们的生意就是 天就是航空跟工艺 对吧 地就是房地产 所以天和地都给你罢了了 也不是罢了 所以我们的那个广场 我们也放叫做龙基天地 是啊 所以人家以前古代的思想 那个道价是天地人嘛 天人合一嘛 所以你在上面就可以有空硬啊 在下面有你的房地产啊 所以这个是你把这个中国的这些是天人合一 变成你的事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也不敢讲啊 可是问题197多年的金融风暴啊 是吧 1980多年啊 1980多年 1990多年啊 每事业一次风暴啊 现在是第10年啊 每一次八都是啊 逢八不凶啊 是啊 八八 九八 现在零八 所以我们都看得准 所以我希望啊 那些企业家跟从商的应该说 他收集更多的地啊 地是垂不走的 是 地是最最最稳固的啦 最稳固 而且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大多五国小费我们讲了 这么多有关这个从商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啊 尤其是他的事业是从 从天人合一方面隐身出来的 天上有空硬啊 下面有房地产啊 然后他就在中间收钱啊 这种生意是最好做的啦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多五国小费 上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五级明日轮台 我们下一集再见